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5月24號 早上10點 那今天又有很多東西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早上了嘛 我差不多要推到王的位置 可是後來我發現說 實力差太多 然後半夜啊 大概是4點多才睡5個小時 跟那個QQ的網友聊了一下 所以又有蠻多的心得 那這一次可能會比較完整一點 然後偏向比較戰略的方向跟團體的方向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講吧 好 首先第一個 敵人也會有聖物喔 所以說一開始打村莊1的時候跟村莊2就可以明顯感覺到說 敵人的那個等級跳很多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是村莊1 村莊1的時候敵人的那個聖物等級就到2了 然後戰力是12451 12451K 然後這個是紅字 那當然 每一個玩家進去的這個實力可能會不一樣 那總之 我現在到了這個村莊 抱歉這是村莊3喔 村莊3的時候 他的戰力就已經高我很多了 好我們再看喔 那這是小鎮2 當你要打第1個王的前面會要先打 擊敗這個小鎮2 小鎮2的話要一次打2關 但是 不是像31這樣子要一次過2關 而是說 你可以先打完第1關再打完第2關 應該是這個樣子 然後並且這可以大家一起輪流打的 好 那我們再看第3個圖 OK這是小鎮2喔 一下跳到等級5 所以那個你要再打第1個王那個斯克雷格之前 你會先碰到這個 我把圖放大一點 你會 你會先碰到小鎮5的敵人 那小鎮5的敵人比較麻煩 因為你看 他的生物等級變成4級了 生物等級變成4級了 然後我們看到他的戰力 95704 一口氣比剛剛那個 一口氣比剛剛這個村落山的那個 戰力高了8倍喔 所以除非是你要歸很久 不然你就是要多人一起去打 然後去消耗敵人的血然後大家 用體力去跟他耗 那不然說如果說你想要 然後就是你們的團隊要推快一點的話 那必須要大家分工合作 不然就是要其中有一個人一直歸一直歸一直歸 歸到自己的等級生物到4級才 才能去打 所以這個遊戲這樣子的設定 就可以知道他不是一個 要你去solo的一個 一個機制喔 那最好就是說大家一起 浩浩敵人的體力呀然後 幫忙消學然後大佬再跟上 當然如果說你有神魔國家隊的話 可以推比較順一點 但是你到了這個 等級差那麼多的話 還是會有影響 那影響在哪邊呢 等一下我們再說 OK好 我們看這一次的這個聖物啊多了這個 新的參數 有一個叫做暴擊征服 造成暴擊時暴擊傷害的係數會根據 攻擊者的這個暴擊征服 與被攻擊者的暴擊抵抗 什麼差值啊發生改變 好不拉不拉的 總之就是說 這個 聖物啊他多了這個暴擊征服 跟暴擊抵抗 所以你如果說你是一個 譬如說你是一個超級 超級大佬 你的角色非常非常強 深魔國家隊每一個都裝540 但是你如果說你是 低等級的聖物 去打高等級聖物的敵人 你會因為這個暴擊的這個 怎麼講 因為敵方是 聖物是比較高型的 所以他的暴擊抵抗比較高 那因為說你是低等級 的聖物你的暴擊征服比較低 那所以說敵人的抗性比較高造成說你打他的那個暴擊傷害 會比較低 好那我們再看 那另外這個就這個就更嚴重了 洞察 角色受到控制效果時如果被攻擊的角色他的韌性 大於攻擊者的洞察 則一點差值會提升2%機率使得 該次控制效果會被抵抗 好簡單來說 就是說神魔國家隊最強的就是 羅萬開大魅魔開大 然後 埃茲的那個被動技能 讓人家控的不要不要的 然後雙子再開大這個樣子 所以敵人根本就動不了 但是 因為這個洞察 洞察跟這個韌性的這個這個聖物的這個 屬性 會變成是說如果說你是低階的聖物你去打高階聖物的 的那個NPC 除了NPC戰力變強之外 他還有可能會免控 因為後面的這個裝備啊 他的那個韌性提供很多所以只要 他的那個韌性如果說多你25點的話他等於會有25x2 50%的機率你控制他會被抵抗 那如果說控制被抵抗的話整個 基本上推圖上來講那就會整個都亂掉了 所以也因為說這個係數的關係 等於是變相的就是跟你講說你想要 低等級啊然後去打 高等級的領地啊 就是跨等推 推圖會有困難 所以說才會就是用聖物的這個等級 去控制說玩家沒有辦法 就是說靠著自己的這個很強的隊伍 然後直接就是硬推推過去 因為光是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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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擊係數啊 跟這個韌性啊 會變成是說你你的那個很習慣的這個控場的隊伍 對於高高階級的這個生物的那個NPC可能會 可能會受很大的影響 尤其是免控這一個 那我們繼續看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場上 這個亮綠色是你的領地 那暗綠色 這個是這個是藍色嗎 總之這個比較暗的顏色 這是隊友的領地 那你如果說是綠色的話代表說你可以在這個 怎麼講 只要是綠色 不管是他是暗綠色還是亮綠色 你自己的綠色還是別人的綠色 只要是綠色你就可以在他的周圍 周圍發 發展 那藍色的話代表說你沒有跟他連起來就沒有辦法就是直接從藍色的附近開始發展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這個圖就是一個簡單的一個戰略應用 好首先我們看 假設我們把紅色當作工具人 那紅色的話他就是努力的一路直線的走到目標 目標可能是王啊可能是什麼地方不管 那總之紅色的玩家就是乖乖的走到目標 那綠色的玩家的話 假設綠色玩家都在這個地方都在這個地方快樂的玩模擬農場 然後他在這個地方 譬如說佔領資源 那他一開始他有跟紅色的連到 那當紅色繼續往前走的時候綠色他可以在紅色的路線旁邊 我這邊蓋一個 然後 綠色就花很少的體力 他就走到目標了 好 那如果說是右邊這個狀況呢 綠色他這邊拿掉了 那紅色他並沒有跟綠色拿掉 那這樣子紅色他沒有辦法去佔領 這邊的資源 當然我覺得這個搶這個資源 是還好 因為他還是需要時間 所以我覺得不大需要這麼急的搶資源 我們來看 雖然說綠色把這一塊拿掉 因為他可能是個空地啊 那大家佔領的那個 那個領地上限 他有上限嘛所以你一定會把一些 空地還有前面的路線拿掉 但是如果說紅色他沒有在這個時候 先 他沒有在這個時候先去跟綠色連的話 那如果說綠色把 紅色跟 跟綠色的這一條連接拿掉的話 那紅色他就沒有辦法去連到這個資源 但是綠色可以喔 因為綠色他在這個地方已經依附在這個紅色的 紅色的路線他在旁邊已經 走出來的這個這個新的路線 所以說就算紅色把他這一條整個都拿掉 那綠色他依然可以從他 自己的領地這邊開始發展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那這是另外一個圖形喔 這是工具人紅色 他一路走到目標 那綠色跟黃色第三個玩家他們可能就這樣子 跳著發展 所以說當工具人走到目標的時候 綠色跟黃色 就要趕快的站在旁邊 佔領地圖然後走到目標這個地方 這樣子他們就可以從這個 比較遠的地方開始發展 那推到後面啦因為前面的 前面的路線其實不大需要然後前面的路線 村莊啊 資源的等級也比較低然後空地 產出的資源也比較少 所以說當黃色啊 怎麼講當紅色的路線把前面清掉之後呢 大家 就都到了這個目標 你看像紅色把前面的這個路線都清掉 但是不會影響到黃色跟綠色 因為他們在這個地方都已經先佔了領地 那他們就可以從這個地方開始繼續發展 又或者是說大家因為跟紅色連起來了 那大家就可以一起 對著這個目標王然後進行 那個維歐的那個 那個策略譬如說 消耗敵人的血量啊然後 約定一個時間大家一起上線打魔王這樣子 好那我們再來看喔 這是指絕升到 歧視 歧視升到勳爵 的那個狀況 那升到勳爵之後呢 你的那個領地還射了15個 然後可以裝備的聖物等級到第3級 可以使用的英雄到15級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我們看這個任務 這任務是寫說 當你勳爵要升到子絕應該是子絕吧 對 當你勳爵這個階級要升到子絕的話 你需要3級的聖物 而且我勳爵的那個獎勵小號已經拿到了 騎士也拿到所以他是每一個都可以領的 好我們再看 勳爵升到子絕他需要6件稀有聖物 那什麼是稀有聖物呢 稀有聖物就是2級的聖物 當你的那個職業是2級的時候 他的裝備就是稀有的聖物 所以取得6件稀有聖物 也就是說你要把一個 職業升到第3級 好然後任一系的生物核心達到3級以上 任一系的 生物核心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這個這個3級以上就是代表說你的職業要升到第3級 然後再來就是你要 擁有五座開墾3級以上的城邦 所以 勳爵升到子絕的話那就必須要掛網等待時間了 那這個是我跟羅莎琳大大我們就是正好在線上然後 我故意打輸一場戰鬥然後請羅莎琳大大幫我看敵人的血是不是有少 所以當我打輸了之後我有消耗一點敵人的血 他在看敵人的血的時候確實有減少 所以如果說我們兩個連在一起他可以跟我共享路線的話 當我把比較難的那個領地的敵人消耗血量 他如果體力也夠的話他可以去補刀幫我把敵人補刀完然後繼續往前開拓路線 所以這個應該是團隊合作的一個方式 當前面的敵人太難的時候 大家聖物等級又不高 如果要想要趕快搶進度的話那就是大家輪流消耗敵人的血 那我們直接來看影片 我們先來看這是一個可能比較自私的做法 怎麼說呢 譬如說這三個是 這三個是 怎麼講 原先的路線 然後當我要佔領這邊的資源的時候 我必須要開一個 開一個那個 空地然後我再連過來 但是我一開這個空地我就趕快放棄掉這個路線 那別人他就 當他還沒有在我的旁邊長出領地的時候 他就 他這邊的資源他就拿不到 所以大概就這個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自私的行為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總是會這個樣子 所以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 就是說這邊有三格 然後我在這個地方連累一個空地的時候我佔了這個資源 那我佔了這個資源之後我就趕快把這個空地放棄掉 那我可以從這一格去佔領這個資源 但是我這個放棄掉之後 這邊的玩家他就沒有辦法從我這一個地方 然後往上去 延展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一個 小小自私的行為 然後這是我從大概4點鐘 睡覺起來大概睡5個小時 然後5個小時獲得了 4個 4個這個一級的聖物 所以我在上一部影片我有說 那個聖物啊 聖物不要不要分解 因為你掛網你可能會掛到重複的聖物 但是 但是二級的聖物他合成需要一級的聖物 所以你去分解的話其實會浪費這個資源喔 好我們再繼續看 畫到這個悲憫之石啊 學徒印記啊這些東西了 那這個時候我的爵位還是騎士喔 然後我們來看 因為你騎士生 怎麼講騎士生到勳爵啊他需要那個 二級的 稀有的聖物兩屆 然後我們來看 好這是我的那個法師 那我掛了一個晚上 我的那個 那個資源已經到12000 所以第一個 我先合成一件希爾的聖物 那因為那個聖大勳爵需要兩件希爾的聖物嘛 所以我再合成一個 我才合成一個那個需要消耗的資源比比較少的聖物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這個這個聖物裝備喔 OK 我們看 這個是什麼 忏悔遺容嗎 這個韌性是13 有沒有看到這韌性13 所以說譬如說當你想要跨 跨 跨聖物等級去推高等級的這個NPC的話 你會因為這個NPC他因為聖物等級比較高他的韌性很高 因此你在控場的時候你可能就控不住他 因為我們在前面前有說到 有一個屬性叫做洞察有一個屬性叫做韌性 當洞察屬性小於韌性的話 每差一點就會就會差2%的那個 2%的那個機率可以免控 所以若是敵恩的等級 聖物等級他的韌性高你的洞察 屬性高了50點 那50x2就是100%他就免控了 所以說你就在上了什麼國家隊啊你要想到對方都免控的話那根本就沒有辦法跨 跨戰力推圖喔因為我們 跨級推圖的話就是要把敵恩控到 完全都不能動嘛 所以這個聖物的這個階級啊就會導致說你想要用那個 很強勢的控場隊伍去推的話就沒有辦法推喔 好我現在稀有聖物升了兩個代表說我達成了這個騎士升到勳爵的這個任務 升級囉 OK 騎士升到勳爵 聖物等級就是上線變成第三級然後可以使用的英雄數量 多了5位 然後進級獎勵我也都拿到 那多了5位英雄其實差很多 因為這個樣子的話你等英雄數量變多等於說 你恢復體力就會變多然後 恢復體力不會變多但是你可以運用的角色就更多 然後 你的聖物等級升上去你在打空地的時候你可以不用上5隻角色打 你可能可以上2隻角色打就可以那這樣子你在 推進路線的話就會更快一點 好 那這個 這個3級的 這個你的那個勳爵要升到職級 就是要佔你8個3級以上的城邦 然後你要收集6件稀有生物 你要任一系的生物核心達到3級以上 所以說這個3級以上也就是說 這個艾亞的職業啊這個聖物啊你要先穿滿6件你才能夠升到第3級 因此我覺得 優先去培養 一系的這個職業 會比較好一點 不要閃著這個 這個培養 不好意思影片斷掉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是一個打失敗的狀況 然後失敗狀況是怎麼樣呢 就是譬如說 我現在打這個敵人 這個敵人是春落山 然後他的戰力高我很多 我現在打春落山 OK好 那我先隨便上一些角色開打 但是我先不上主力的角色 我先上我的 算是二線的角色吧 然後因為我 當時只是想測試說 當我把敵人耗血的時候 羅莎林大大 他有辦法看到說敵人也是處於一個少血的狀況 好開始戰鬥 然後就開打 哇這個 高我等級 戰力3的話 對方的攻擊力確實是有差喔 我本來想說我會不會連敵人的血都沒有辦法損到 但是至少骨弓有損血 好骨弓有很明顯的損血 OK 我們注意看 19分39秒後敵人會恢復 也就是說你現在把敵人打耗血 但是你如果說都沒有人去補刀的話 那敵人的血會恢復 所以這個 當你要大家一起推王的話最好大家約定一個時間 等所有的 大家都已經路線都已經連接好 然後可能像是一個Leader 他可能要跟大家說 大家體力恢復的差不多了嗎 還是說我們約一個 譬如說我們現在推到王的面前 好那我們就約下午 大家休息個6個小時 8個小時 每一個角色體力都恢復的差不多 然後就開始推王 那可能第一個人 先去打 然後把敵人的血耗了一半 然後後面的人再補上 這樣就可以一關一關的推過 如果說你是Solo型的玩家的話 你可能打了第一隊之後 哇這個後面的角色跟上體力不夠了 體力不夠之後敵人的血又恢復了 那就浪費體力了 而且他的狀況是這個樣子喔 當你同一關啊 你不能用同一個角色 有沒有看到這邊 這個古王他寫無法上陣 狼人無法上陣 所以我如果說譬如說我有神魔國家隊 我的體力已經滿滿了 那我第一次推我用神魔國家隊 把敵人耗了一半的血 然後第二次推我的神魔國家隊 或是說我最強的隊伍他就不能用了 那我們可以知道剛剛那個我上到勳爵嘛 我可以上15隻角色 所以也就是說最多我也就是能夠打3次了 因為一次上5隻角色嘛 所以就是 如果說你要 你要在快一點的時間 先搶去打王的話 還是需要大家 用這個體力啊 然後約定好時間 然後在一定的時間之內 趕快把敵人幹掉 最後就是 我就是有用那個 聊天頻道跟羅山儀大大確定說 幫我去看看那個敵人的血有沒有少 然後羅山儀大大他也幫我截圖 確定那個他看到的那個畫面敵人血也有少 只是因為說我們的體力都不夠了 不然我剛剛耗掉這個骨功的血的話 我可能再幫他多打一下 他就可以用比較輕鬆的方式就把那一關給推過了 OK好 那影片大概就到這邊 所以說 這個 優先趕快走最快的路線 然後走到目標然後大家在這個 開 就是開路線風的這個旁邊 先趕快站一下領地 這樣他把前面的路線放棄掉的時候你才可以從這個 前面的地方再繼續往前走 那但是啊 就算你很快的推到目標 你也會碰到這個超級戰力的這個狀況 這個小鎮5 我覺得小鎮5是一個難點 因為第一個魔王的前面你要先打這個小鎮2 也就是等級5的階級 那這時候敵人的等級都是聖物4 聖物4 那可以知道說我的進度啊我大概玩了第一天 至少你要玩一天 一天左右你才可以升到勳爵 勳爵這個階級 勳爵這個階級的話是聖物2 然後到子爵才是聖物3 所以你要在聖物2的等級去推聖物4的敵人我覺得是有些困難 除非大家一起去 除非大家真的是同心協力一起在 同一個點然後去跟敵人消耗體力 但是我覺得大多的狀況上你要控制所有人的行動 可能會有一些困難 所以我覺得一開始 很急著推到王的前面的話 你必須要大家都有跟上 如果你只是一個單Solo的玩家的話 你很快的推到王的前面 你還是必須要 佔領一些什麼等級1等級2的村莊 累積你的那個聖物等級 然後掛網升級你的那個階級 才有辦法一個人去硬幹過 所以我還是不建議硬幹啦 建議還是 聽從聊天室啊 幾個方位的那個大佬的那個指揮 然後跟在他的領地旁邊 怎麼講 去找然後看看大家約好是什麼時間 體力都滿了 再一起推王 然後大家一起消耗敵人的血 OK好 那希望這影片帶大家有幫助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